埃波拉病毒被誉为全世界最恐怖的病毒 致死率高达90% 很多人知道埃波拉病毒曾经在非洲肆虐 屠灭了整个村镇 可只有很少人了解 它也登陆过美国本土 却没有杀死一个人 难道小小病毒也会贤贫爱富吗 这其中诡异的医学真相 假说今天就带各位走入真实事件改编的血液 故事要从1980年的一只乌鸦说起 黑鸟划过肯尼亚的晴空 偷偷潜入一户庄园 让这只鸟儿感到奇怪的是 平日喧闹的房间此刻一片死寂 原来自从户外探险归来 白人户主老金就绝杀到身体不对劲了 他被黑人女佣艰难地送上出租车后 独自登上飞机前往大医院救诊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 此时老金身上已经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泡枕 如挂满的葡萄 令人心生恐惧 忍不住胃里的恶心 老金哇的一声吐满了整个纸袋 为了处理老金的呕吐物 公姐只好捏住鼻子 小心翼翼地将这包恶臭之物送进卫生间 打开袋子的那一刻 他震惊了 那坨血块中竟然混杂着溶解的器官 老金被推进急救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了 接诊医生判断病人急性大出血 可刚拔出喉管 一股热流飞溅在了眼前 他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血口喷人 九年后在老金体内发现的致病体被命名为马尔堡病毒 牢牢锁死在美国军方的四级生化实验室和埃波拉病毒并称为人类杀手 有一位美军女兽医在此工作的十多年中观察过上千条细如发丝的病毒 官至上校军衔被同事们尊称为千条姐 这一日兄弟单位连夜送来一包神秘的物品 研究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同事从菲律宾运来一批猴子做活体实验 结果猴子们陆续得病死亡 千条姐的任务就是检查这包污血 观察血液样本后 千条姐认为有必要对比致命病毒 同事阿伟却觉得纯如耶知的提取物根本没毛病 但千条姐毕竟失出名门 她的导师聪叔就是当年发现埃波拉病毒的专家 千条姐工作只有一个原则 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 阿伟就不一样了 作死的男人喊来同事小黑哥 两个人竟然捧起样本身吸了一口 闻过之后阿伟得意的对小黑哥说 你看一点怪味都没有 放心吧 眼看阿伟不配合 千条姐只好找来新兵担子阿杰帮忙 因为基地有一条铁绿 进入四级生化实验室 必须要有两个人 先是拖得一丝不挂 杜绝带入任何外来的污染物 接着他们走入幽暗的紫外线灭军室 进行深度消毒 然后再用胶带封住袖口 把自己套进防化符中 如同太空行走一样 步入了最后一道门槛 千条姐告诉阿杰 这里封存着世界上最致命的 丝状病毒 任何一种泄露出去 都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为了确认手中的未知病毒 千条姐采取了免疫荧光法 取出马尔堡病毒进行比对 只要匹配成功病毒 就会发出绿色的死亡警告 可她什么都没有看到 难道会是埃波拉病毒 然而千条姐刚一转身 就看到身旁的阿杰 惊恐地指着她说 你 你 你的衣服破了一个洞 上面还有雪 那一刻女人的脑袋 嗡的一声炸了 她赶紧拉响警报 并通报快疏散 三级警报 我马上需要消毒 异常虚惊后千条姐被关进隔离间观察 但阿伟对赶来问询的领导保证 她这是神经过敏 我已经查过了 怎么可能会有埃波拉病毒呢 就这样千条姐重获自由 出来后的她马上找来 在疫苗公司养猴子的老邓 说服她交出死猴子的尸体 她要亲自再检查一次 打出血的猴子尸体 被闷在塑料袋中急速地孵化 简直就像一锅番茄浓汤 渗透了包装和后备香 滴滴答答洒了一路 为了不祸害人间 两人手忙叫乱 用消毒水清洗了痕迹 将早已化为血水的尸体 送进了实验室 阿伟为了让千条姐死心 陪着她进去化验 几分钟后 男人在定睛一看 整个人瞬间呆住了 这 这就是埃波拉病毒啊 一想到自己曾经吸入过样本 阿伟顿时心如死灰 如果真的感染埃波拉 那真的是耶稣都保不了她 更惨的 还有小黑哥 得知自己那天 有可能闻过埃波拉病毒 小黑哥崩溃地告诉阿伟 你单身 最多一个人破盖 我他喵得刚和老婆切磋过感情啊 这是要全家死光光的节奏啊 但为了保住工作 阿伟和小黑犹豫再三后 还是选择了闭嘴 与此同时 领导压下了千条姐的报告 官方认为 现在发出预警 会造成全社会的恐慌 眼看埃波拉病毒被确认 却依旧没能引起重视 千条姐只好请导师聪叔出马 说起这个男人 那又是另一段神奇的传说了 1976年 聪叔带着助理小甲 前往非洲扎伊尔 据说当地发生了高烧死亡的病例 很可能是新型感冒病毒造成的 但抵达落脚点后 他震惊了 兼职护士的修女们 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居然不使用一次性针头 而是两天一换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 赶紧驱车前往丛林深处的村庄 寻找唯一的医生问话 结果他发现 上报病情的医生死了 照顾病人的修女也死了 果实袋挂满了庭院 国际援助组织的小梅告诉聪叔 你们来晚了 有的村落上百户家庭都全部死绝了 当地军政府 无计可施 只能隔离出禁区 严禁感染人群 走出红线 一名修女 心知自己命不久矣 干脆主动赴死 在枪声中 结束了痛苦的生命 目睹人间惨剧后 聪叔没有胆怯 他心中那股不怕死的 洋葱骑士精神附体 硬是拖上了小甲和小梅 深入几百里外的原始部落 发誓要找到这个万恶之远 面对语言不通的窘境 在小梅蹩脚的翻译下 聪叔才听懂了部落酋长的话 医生没用的 这是上天降下的诅咒 与女无挂 你们快回去吧 后面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种杀人如麻的病毒 以当地河流为名 被称之为 埃波拉病毒 显微镜下看去 如同一条邪恶的毒蛇 一旦染病 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好在埃波拉病毒 虽然致死率极高 但并不通过空气传播 只要隔绝患者 就能够控制疫情 当年聪叔 及时出手 一把火烧掉了尸体 死亡人数 最终控制在了 三百一十八人 但是聪叔坚信 埃波拉病毒 一定会卷土重来 再杀人的 当他的得意门声 千条节找到他时 聪叔不敢相信 埃波拉病毒 只在非洲和中东地区 怎么会跑到美国本土呢 于是聪叔和千条戒穿上防护服 踏入腥臭难闻的喉舍 尸体已经说明不了问题了 他们要在活着的猴子身上 提取血液 彻底查清 埃波拉病毒的身份 一针麻醉剂后 呲牙咧嘴的猴子安静了 检测结果表明 就是 埃波拉病毒 确诊的同时 猴子饲养员 胖虎也随之倒下 呼吸急促的他 被关在办公室里 老邓见此情形 怕到两腿发软 领导要老邓去买体温计 老邓也是战战兢兢 他如果也感染了埃波拉 那么他擦肩而过的婴儿 还有手中的钞票 都会引发不可设想的后果 得知胖虎出现症状 千条解和松书 赶往喉舍救人 完完没想到 此时 在卫生署当官的小贾 出面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双方争执中 小贾声明 我们还是要低调行事 哪怕确诊了埃波拉 可并没有人死亡 如果大张旗鼓引来媒体 政府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而千条解还是坚持 埃波拉病毒不是儿戏 这是一场人类和病毒的战役啊 眼看政府就要认同小贾的观点 医院陆续传来噩耗 胖虎体内的病毒已经传播开了 目前有四个人 检测出了埃波拉病毒 铁证如山 政府终于批准了千条解的计划 剿灭所有猴子 掐灭病毒源 在阴冷潮湿的喉舍里 军人们发现抓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近百只猴子在笼中上蹿下跳 甚至还有一只趁人不备 钻进了通风管道 要不是拼死套住出口 这只猴子一旦逃入人间 就真的会演变成极度恐慌电影的真人版 当猴子们全部推入炼丹炉烧成渣渣灰之后 千条解和葱叔也筋疲力尽的瘫软在地 为了对抗这场潜在的威胁 千条解甚至连老爸去世都没能看上一眼 老百姓的生活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的变化 但这个女人为全世界付出了太多太多 后面的事情就让小霞告诉大家吧 这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血液 后来被证明乃是新型的埃波拉病毒亚型 雷斯顿型 它和致命的扎伊尔型不同 只会杀死猴子 人类感染却不会致命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埃波拉病毒就不恐怖了呢 错 千条解警告世人 埃波拉就像是地球的免疫系统 当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时候 这条毒蛇就会被释放出来 从而达到新的生态平衡